哈喽高斯套用HS-108T的思路 推出了这款上年最为流行的98配列机键盘HS-98T 有着相同的三摩无线连接 可替换式干电磁驱动方案 以及全面采用TTC轴体 更支持全件热插拔 完全区别于以前高斯入门机机型的配置方案 走的是一个中高端路线 还大点刻铸跨属性 配件上啊 比较有意思的是延续了HS-108T一样的 支持正反叉的USB插头 还附送有一个Type-C转接头 提供吸口对吸口设备的连接方式 此外 应该是为了规避98外观专利 做了可变配列的盖板 可以四个按键一起屏蔽 也可以单个屏蔽 又或者做一个EU的小门牙 键盘采用分区98配列 其中啊 以前咱们所熟悉的高斯法拉利红配色 也正式回归 在新的HS-98T上也有首发 除了红色外壳 哈喽高斯也为自定制了一套 与制皮配的红黑拼色二色剑帽 金黄色制服 如果你在选择烈焰红版本 那么主题杆直接拉满 另外 HS-98T的外壳 给加优木纹纹理 表面触摸起来 会有木纹的凹凸感 键盘指示灯位设在ESC旁边 树向排布 这一个位置观察起来也很清晰 模具背面跟HS-108T一致 三方向线槽 大开口Type-C接头 两段四层角 可替换干电池方案 接收器收纳 以及连接模式的切换开关 都一样 剑帽采用OEM高度 PPT二色成型 厚度适中 强光下稍微有一点漏光 剑帽表面比较细腻的磨砂臭感 干爽 不粘制 而制服细节 总体清晰 没有发糊 所有部分水口存在一点点毛刺 轴体方面 大家也使用了TTC热门克制化系列轴体 手上这一把是TTC块银轴 更是新的聚光镜版本 众所周知 带聚光珠系列轴体 灯光亮度 要比大桥灯位强一点 配合上白色定位板 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在无线模式下 灯光还是会强制关闭 只有在有线模式下常能启用 也并没有开放权限给用户自行选择 无线模式没有背光 续航自然不差 两节干电池驱动 标称有两个月长续航 无线体验跟HS108T一样 稳定 低延迟 同时唤醒速度也很快 而蓝牙跟2.4G之间切换虫脸 实测快的时候 可以在1秒6完成 慢的时候大概3到4秒 TTC高速质轴体驾时 HS98T整体手感体验还是非常可靠的 大件位性轴手感也挺干脆 没有肉感以及钢丝杂音 保持一贯优良水准 只是在油筋内卷最为严重的 98配列产品中 按键声音数字 也逐渐被更多用户所看重 而HS98T依旧没有配备夹心电 以及底电 空枪音无可避免 尤其是大件位要更明显一些 可以这么理解 HS98T无线体验 配置 其实跟HS108T大体相同 定位类似 最大区别在于按键配列 98有着更短尺寸 但按键功能同样丰富 带有分区布局 上手难度也很低 也是目前最火的按键配列之一 在这之后 哈罗高斯的下一款新品 你认为会是什么配列